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人才的摇篮 一代代中传学子从这里走出 奠定了中国传媒事业的基础 引领着传媒事业的发展 那么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是什么样子 他又走过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呢 看 这是第一面新的共和国的国际 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切民主力量团结的象征 1954年3月3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 在北京良湘开班 这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系统 自己创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始 训练班前后一共举办了六期 招收了922名学员 他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广播事业迅速发展 急需技术人员的燃眉之急 1958年9月2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的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 北京广播专科学校 在南李世路的一座灰色大楼里成立 不久 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视察中央广播事业局时说 你们为什么不办大学 搞一个大学好 应该有一个大学来训练广播干部 很快 1959年9月7日 在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基础上 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 这一天也被确定为学校的校庆日 成立之初的北京广播学院 根据国家对广播电视人才的需求 设置了新闻系 外语系和无线电系 新闻系主要培养新闻采编 播音 摄影和文艺编辑人才 外语系主要培养对外广播的 非通用语人才 最多时开办的语种达23个 无线电系 主要培养广播电视技术人才 如果说学校后来的发展 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那么最初设置的这三个系 就是深植大地的树根 教育录是怀的改变 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台 尽管新中国的第一座电视台 已经于1958年成立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收音机大喇叭 仍是中国人接收信息的主要局 广播 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 大众传播文件 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拥有以左营 温继泽 齐悦 康英为代表的老一辈 广播理论家和教育家 也为新中国的广播电视视业 输送了最早的一批 高级专门人才 八十年代初 电视 开始进入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 并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 新闻联播 春节联欢晚会 电视连续剧 纪录片 综艺节目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 看电视成为了百姓生活的常态 而此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呢 电视事业的大发展需要更加专门的人才 此时的北京广播学在电视人才的培养上 独领风骚 学校在摄影和广播电视技术两个专业的基础上 陆续开设了电视摄影 电视编辑 电视导演 电视工程等专业 并且凭借雄厚的狮子力量 在电视理论研究 教材建设上 推出了一大批开创性成果 对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驻香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这一小步 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 1998年 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 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西新工程 世纪直交 中国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受众人数超过10亿 借助广播电视事业大发展 大繁荣的东风 北京广播学院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从1980年开始 学校对教学机构进行重大调整 由最初的三个系发展成为七个系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 二级学院纷纷成立 学校的办学规模迅速获得 春华秋时 桃李满园 晋昭辉 一匹匹广院学子走出校门 为祖国的广播电视事业扛起了大梁 也为学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三 二 一 在新千年的终身敲响之际 学校又迎来了一系列跨越式发展 2004年金秋在建校50周年之际 九富盛名的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更名为 中国传媒大学 由北京而中国 由广播而传媒 由学院而大学 学校的办学定位也发生了重大调整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人才培养的摇篮 转型为以传媒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 那么 更名的背后 学校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广播电视事业如火如荼发展之际 互联网开始悄然登陆中国 并逐渐显示出了新兴媒介的传播优势 此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开始布局网络传播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 1999年 学校在国内率先开办了 传播学专业 网络传播方向 随后 数字媒体艺术 动画 计算机 网络与新媒体等一系列专业 应运而生 网络新媒体人才培养 完全纳入学校的发展格局 学校还成立了新媒体研究院 积极推进新媒体研究和成果转化 与此同时 学校更是一举补齐了 在编辑出版 报刊 电影等 传媒领域的短板 形成了全媒体发展的新态势 更宁之后的学校正在朝震 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传媒大学 迈进 2012年和2017年 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 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 戏剧与影视学 戏剧与影视学连续两轮 全国排名第一 并成为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学校在学科建设 科研水平 实质力量 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 国际合作领域 不断迈上新台阶 办学条件和校园环境 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一个朝气蓬勃 更加自信的传媒大学 呈现在人们眼前 光阴如梭 未来已来 5G网络开始搭建 大数据 云计算 五联网 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 正在大踏步走来 传媒事业 面临前所未有的 大变革 大融合 大转型 能够应对 未来媒体挑战 持绳于国际舞台 面对人类历史上 信息传播 和媒介形态的 新一轮革命 党中央 吹响了 媒介融合发展的号角 那么 中国传媒大学 又将如何 面对新的变革 继续勇力 时代朝头呢 作为中国传媒教育的领头羊 这一次 学校将以前所未有的勇气 直面挑战 继续做出 坚定选择 学校积极贯彻落实 党中央的要求 以力得数人 为根本任务 从传统的广播电视教育 向媒体融合教育转型 继而向智能媒体时代 人机协同教育 转型 为此 学校在专业发展 和人才培养上 果断提出 官庭并转一批 升级改造一批 重点建设一批 超前规划一批 的四个一批工程 同时 以教育部智能融媒体 重点实验室为龙头 重点建设脑科学 与智能媒体研究院 大数据研究中心 智能融媒体示范基地 以此带动学校 整体转型发展 并且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高水平建设 中国传媒大学 海南国际分校 大力推进 国际传媒教育 合作发展 学校将牢牢把握 时代发展大事 高等教育发展大事 早日实现 建成世界知名 高水平传媒大学的 奋斗目标 马上我就想起了 童年时代 一唱起 这个校园里有牌 年轻的白羊 咱们就想起了 大学时代 小园里大路两旁 有一排年轻的白羊 早晨你披着在下 傍晚你吻着夕阳 啊 年轻的白羊 青春永驻 岁月如歌 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校园里有一排 年轻的白羊 依旧在一代又一代 中传学子中 传着 啊 年轻的白羊 树叶沙沙 年轻的白羊 你好像对我讲 要珍惜春光 珍惜春光 珍惜春光 默然回首 在一代代中传人的 接续奋斗中 白羊精神 已经渗透在 中传人的血液里 只根于 中传文化的 基因中 那就是 无比忠诚 党的事业 自信面对 新的挑战 理性包容 多元文化 奋勇敬先 传媒教育 立得敬业 博学 敬先的孝训 和忠诚 自信 包容 敬先的 白羊精神 既是中国传媒大学的 宝贵财富 更是中传人 面向未来的 使命召唤 白羊精神 将激励着中传人 用新的担当 新的作为 去迎接 新的时代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传是一个 随时点亮你 新灯的神奇徒弟 地界校友 感到无比的 骄傲和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